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电影《无名票房成绩》超越媒体所有预测 王一博成功转型演员生涯后 即将在北美上映 之前负责《无名的陈二》指导的电影票房成绩并不理想 他的电影《浪漫失踪》时在业内名声在外 但票房却没能赚到钱 很多人喊着欠他电影票钱却付不起 歌曲《无名》可用 随后 罗曼蒂克肖网室官博通知欠他电影票的人 他们的排名仍高于《无名》 看来《无名》在票房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在春节放映的所有影片中 似乎只有《无名》是最先被大多数观众反感的 网络上知名的大V们 在所有电影还没有开始预售的时候 就开始对今年的电影进行口诛笔伐了 其他春节档电影的票房预测至少在10亿元 而《无名》的票房预测最少3.5亿元 最多不超过6亿元 这与其他电影的预测相比 至少有10亿元人民币 电影行业对于刚刚起步的王一博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行业 他的《白日梦泉》是上电视表演、跳舞、赛车 没人想到王一博会在电影里有如此水准的表演 更没人愿意相信 所以在这些大V眼里 《无名》在上映期间可能有6亿的票房 这已经是天之骄子了 哪怕王一博的粉丝都是多次买卖票 这已经是天之颠了 粉丝不可能支持电影的制作 收银机 这样一来 虽然排片不够 时间也不是最佳 但还是有不少人去看了《无名》 《无名》用了9天时间 就超越了所有媒体预测的高达6亿美元的票房 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无名》的票房很难得到粉丝的支持 尤其是考虑到《无名》的拍摄时间 要么是上午8点 要么是中午12点 要么是晚上11点 想在第二天看到《无名》的人要么早起 要么熬夜 要么不吃饭 这些选项之一是必须的 全国只有少数几家影院拥有巨大的IMAX屏幕 而且那些影院是唯一可以在黄金时段放映的 如果想看《无名》的人 会觉得这种情况很不妙 如果您不向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的时间表 他们就会选择其他电影 《无名》公开后 当然会在各大视频分享网站上架 虽然《无名》的票房收入还在苦苦攀升 但电影在影迷中的口碑却在一步步提升 尽管王一博在片中的表现不是很细腻 也不是很巧妙 但王一博并没有在与演员的较量中落败 他和梁朝伟的交锋已经够激烈了 最后他在卡车上向梁朝伟发出的挑战 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王一博在片中的演技 被极多在影院看过的人评价 不仅称职 而且出类拔萃 几乎无懈可击 《无名》只是王一博公映的第一部电影 他的《长空之王》 《热烈》 《维和防暴队》等影视作品 已经进入排队等待传输的状态 这与其他艺人急需大作的情况 形成鲜明对比 已获得以下资源 可以说王一博已经具备了 成为一名成功电影演员的条件 无名在国内的票房表现 远超每一位媒体人的预期 这或许已经引起了广大影迷的不满 毕竟按照他们的预想 无名最好不要一意就上映 然而 一切都不会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 电影无名不仅在中国 取得了商业上和口碑上的成功 而且还将在其他国家上映 2月17日 电影无名将在北美和加拿大同步放映 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 开始重视这部作品 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 那些人是极度永远不会停止极度他们 因为他们以前曾出国旅行过 王一博本是一个没有恶意的名字 在哥哥去世后 又出现了一个文盲无望 娱乐圈是一个圈子 是一个八卦聊天自娱自乐的地方 是一个浮华满目 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 勾心斗角的地方 一塌糊涂 红的人很多 当红的艺人 最难的是在他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被人议论纷纷 他们将在规定的时间结束时 被带到祭坛上 这就是做事的方式 王一博导演的新片《无名》 最近才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怪现象 预售采购量远超预期 出版后 他遇到了挫折 之后 幕后活动开始了 黑粉竞争激烈 话语权超过票房 轻蔑和钦佩的程度之间存在 显着差异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有一个叫王一博的角色 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这位艺术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享有成功 最近他在一部电影中扮演了他的第一个主要角色 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 他的搭档是演员 而且制作团队也是业内一流的 他在电影中表现出色 令人印象深刻 有人叫好 有人称赞 有人喜欢嫉妒 有人觉得是无法忍受的特质 这种二分法代表了娱乐业中存在的许多不同情况 没有解决方案 因为黑色是发红的一种证据 没有一个顶级班级可以免受同龄人的批评 如果你把它完全排除在等式之外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最后 聚光灯下隐藏着力量 说得更清楚一点 实力的背后不仅仅是个人的能力 还有资本的力量 还有一定的运气和运气 实力的背后也是有着一定的运气和气韵 阴王一博宣传无名 在录眼时因接受采访 一直不予理会 再次被踢出圈 然而 这一次 他却被刷出了圈子 他的新绰号是 无可救药的文盲 非常适合他 他们给人盖章 动不动就给人起名字 什么都用各种代号 娱乐业的运作方式真是太神奇了 娱乐圈确实高尚 不仅一些名人高贵 而且各种营销号都非常昂贵 因为他在上升期 演技也长了 如果王一博有一个角色脱颖而出 肯定会被人喝彩 被人嘲笑 这是因为他的演技提高了 粉丝的点赞是可以理解的 黑子的嘲讽也是可以理解的 围观群众吃瓜的满足也是可以理解的 自从王一博从模特转型为演员后 人们就对他津津乐道 也因为他的演技给了他各种各样的称号 请注意 自从王一博扮演的粉丝 最喜欢的角色江仙云直视镜头以来 他的精彩表演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看来 爵士大哥 来了 黑子迫不及待想要上货家 王一博是故意用 急 自来嘲讽的 他以一种两极分化的方式被使用 并且被用于结束粉丝与黑粉之间的冲突 没有讨论或妥协的余地 这一次 作为路演采访的结果 采访者戴冠里提出了 王一博一个星期一个人的时候 导演看了哪些书 的问题 而王一博老师回答 一个人 看电影 吃饭 结果这个回答 居然被其他人拒绝了 他琢磨着这些词 把没读过的词抓起来 以便在上面大放异彩 甚至回答不相关的问题 他们直接面对黑人支持者 他们开始将他们描述为 极度没有受过教育 归根结底 当杂草从天而降时 人们在他们的房子周围闲逛 是事实 不可否认 王一博虽然比较矜持 但话也不少 仰慕者的见识对他功不可没 黑粉就是这样 而王一博本人除了 无语 外 别无他法 说实话 26岁的王一博才刚刚进化 在职场上的成功 靠的是他特有的努力 因为他长得漂亮 又有些优势 所以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 被迫接受了这种待遇 通过利用他们的弱点 并对其进行判断来诽谤某人 就是这种行为的一个例子 如果让你把这种哲学 应用到自己身上 你会作何感想 人们只是不想说谎 所以他们只是说实话 问题是 什么情况下 不宜说真话 在人们相信你之前 你需要说一些 善意的谎言吗 这个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明明自己心里有问题 三观不同 还是强迫大家同意 你现在几岁 不要总是那么认真的对待自己 并遇是有可能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